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在格拉纳在野轻快铁列车昨晚的事故之后呢 今天是如常运作的 而碰巧今天呢就是收紧防疫SOP的第一天 国内的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列车捷运还有巴士服务呢 都只限50%的乘客容量 但这样呢也造成了列车载送的服务更加的吃紧 尤其啊在上班族他们前往工作的高峰时段 更是让今天早上的轻快铁站是出现人潮汹涌的情况 不少乘客呢他们就把车站现场的状况直接就上载到社交媒体 这些照片跟视频显示啊 尽管所有的乘客他们在现场都有佩戴口罩 但是却没有看到有执法人员去控制人潮 其他乘客呢也很难保持这个人身距离 甚至还出现人挤人排队等待的情景 那这样呢就让网民很生气的表示 在新冠肺炎肆虐下还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如就直接关掉车站停掉服务更好 另外呢也有乘客抨击政府收紧公共交通 SOP的政策愚蠢 现在啊不止班次减少 座位也减少令他上班迟到 他表示他跟其他乘客呢 就像是杀丁鱼一样啊 冒着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挤在这个轻快铁站里头 他还质问这么多人 难道可以阻止新冠肺炎传播吗 到底那个逻辑在哪里啊 而关注公共交通使用者权益的非政府组织 Transit Malaysia今天早上也发推文指出 九龙坡快接通Rapid KL在MCO期间呢 把LRT、MRT、单轨火车还有巴士的班次减半 每10分钟到每30分钟才会有一班车 他们就表示虽然说这个标准作业程序呢 是要减少50%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载客量 但是班次减少反而导致公共交通里头更加的拥挤 而八点最热报也访问了一名 今天早上乘搭轻快铁的乘客 让他来告诉大家现场的状况 政府收紧防疫SOP 公共交通载客量减半后 加上昨晚的轻快铁事故 让今天的轻快铁站挤满了人潮 难以保持人身距离 有网民分享多张照片 显示中央艺术房轻快铁站与列车内都异常拥挤 黑网民上载了一段车内挤满人潮 乘客几乎都站到靠近列车大门的画面 显示现场根本没有遵守载客量减半的规定 而今早也乘搭轻快铁上班的林立亭 告诉八点催热报 几乎每一站的人潮都很多 而且都没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确保乘客量维持在50% 更不要说维持人身距离 今天早上7点20分的时候 我已经到了Asia Yaya的站 上了去刚好有一个列车 就直接进了 虽然很多人没有什么社交距离 我还是进了因为怕来不及 他表示 虽然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大家都知道要维持人身距离 但因为班次太少 大家又赶着上班 怕迟到 因此都纷纷挤进了列车 至于昨晚发生意外事故的轻快铁 格拉纳在野路线 目前在整修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